这是我在帮发行 大家猜一下今天谁获胜了呢 3 2 1 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lla 我是Jerry 今天我们打算做一个很刺激很好玩 我期待了很久的挑战 那就是喝奶茶挑战 我们两个人打算做一个比赛 就是这里有一个两升的瓶子 我们打算在一天内喝两升的奶茶 假如我赢了的话我就给他化妆 然后给他带到Yorkdale去 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有一次我把他化成了发际线男孩 当时我给他化妆的条件就是他以后也能来化我 但是他化我我没有允许说把我带到Yorkdale那么多人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多伦多的Yorkdale 是我们多伦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商场 最大的商场吧 如果他这次赢了 他就会把我按照他理想中化妆的样子 然后把我带到Yorkdale去 那可能在屏幕面前的你会非常的担心 你可能会想 这个样子对健康不好啊 你们作为Youtuber怎么可以把这么不健康的事情 拿到网上来教大家这样做 因为我们觉得好玩 然后我们不推荐大家都像我们这样子做 哎呀那你们这样做了之后 说不定今天喝了然后身体就不好了 生病啊怎么办呀 我们在Youtube上面看到还有其他人喝四身的挑战 然后他们喝完了身体也还健康也还在做视频 所以呢大家就不要担心我们了 现在我们就来制作一下这个瓶子 普通的吸管 它是不够长度的 我们打算把这里打一个孔 然后可以塞吸管进去 吸管也要把它嫁接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失败了 你可以多煎一点 现在呢我们就打好了孔 然后做好的吸管 把它插进去试一下吧 完美 刚刚好觉得动 你真棒 你最棒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买茶店吧 店员都在拍照 我们买到了 说一条一下就盖满了10个张 一共呢 事发了67加币 一共是10杯的量 然后他给我们算多了一点 所以还剩了一点 有人要喝吗 快点来领取啊 然后我把我的瓶子上面贴了个鸭子 我怕等一下这个人赖胀 比如说如果我先喝完了 他就说这个瓶子是他的怎么办 不会再来 祝我们成功 好喝 人家度过可能都觉得我们两个有 哇你都喝那么多了 还在这个位置 你停你不要喝了 这个不是很好喝 要不然我可能已经喝了一半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喝呀 就很淡 太多珍珠了 我的天哪 膝上的全是珍珠 这种感觉真的好满足 我现在准备要去剪头发 打断剪一个刘海 今天这样看我的额头又不是很大 但是经常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自拍的时候 我的额头就是最大的一个老门突到爆 就像清朝人一样 你们知道吗 我每次披涂就要披很久 我的那个老门 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打算还是去剪个刘海吧 帮我拿一下我的那一瓶 我还喝一下 不行开车不能喝 水怎么不能喝了吗 太大了就不能喝 不大 我可以拿 那你喝我的吧 我不喝你的 你给我 报警报警 有人开车喝那么大奶茶 哼就是想赢嘛 我跟你说你不可能赢的 我准备来自拍一个 发到in story 然后问大家 会觉得谁赢 我这个瓶子好乖呀 你们觉不觉得 我现在脸好大 我好像个披萨 我已经喝了那么多了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我待会一口气 你底发的时候我就喝光了 我已经好撑了 我已经撑了 我已经撑了 就是感觉要吐了 不想喝奶茶了 那你休息一下吧 觉得奶茶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 你就是已经不想喝它了 可是它放在你的手边 你就想去吸它 就像魔鬼一样 你吸的好快呀 我还没有喝泥汁 我喝了一路了 才吸那么多 他现在去剪头发了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先喝一口 那你购了这个酒 那你购了吗 这个酒吧 很大 他们给了酒 然后我们在酒店 然后去酒店 我们在这些酒店 我们是决定的 哇 十六到二十的味道 十...准备 你做了一瓶吗? 你带了一瓶子吗? 对 准备了 我们有两瓶子 我都喝了这么多了 没有了 我就觉得嚼珍珠好累 为什么我剪的又是这种虎贵刘海 我觉得那种日本理发店 他们就只会剪这种比较日式的刘海 看两边的这个就是像耳发那样 我跟他们看的是什么样子 苏菲马蜀的法式刘海 结果剪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点都不法式 我要晕倒了 我觉得跟那个图片差不太多 它怎么可能每一寸都给你剪的完全精确 不是这个就不一样 这旁边应该是这样往这边的 他一直给我往里夹 你们看 你跟他说呗 就是不是这种糊涂 我跟他说了 我说他英语又不太好吗 我说It's like this 然后他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夹 从前成这个样子 9块钱而已 没得是的 我们现在准备去琪琪家找他玩一会儿 只是想把刚才那个多出来的奶茶给他喝 因为多出来了我们也喝不下 然后也不想就直接扔掉 很浪费嘛 我们到琪琪家了 张大哥开门 我们现在战果 居然两个人差不多 要是我们一起喝完怎么办 就说明我们很有缘哈 我的天哪 我这个牛排太丑了 我送不了了 你猜我们谁会赢 我现在在采访琪琪 我觉得是你吧 怎么那么给我面子 看大家都支持我 你不是很能喝奶茶吗 其实我在帮他喝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生的 就是我们这个夺出来的 你们有现实吗 没有 就是今天喝一天 看着先喝完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喝馊奶茶 现在是我们买到奶茶的第四个小时 比我少一点点而已 看他在那批我们的封面图 这还可以吗 你可以整个图有啥子不对 不放那看不出来呀 我们现在遇到了瓶颈 实在不行啊 这个太多了 我差不多喝了大概有两杯了吧 但是你的珍珠比我少 你喝了好多珍珠 我的珍珠还有那么多 我实在是吃着我想吐了 我觉得奶茶真的太难喝 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就是很香 这一个奶茶 真的就是有那种茶香 我很喜欢的 但是我现在喝到这个 我真的有点想吐了 已经二层丝了 蓬蓬最近做了绝育 他一直都在这里不动 看起来好可怜哦 你看然后他就把他的尾巴这样包起来 哎他居然躺下来了 太辛苦了 还给我wink 蓬蓬喝不喝奶茶 我请你喝我的 加入我的战队好吗 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 不太好对比 我现在比他略胜一筹 你肚子饿吗 我不饿 我吃了一下我的珍珠 我都感觉很好饱的啊 现在 我也觉得我现在 让我吃珍珠就是这种咬的感觉 我都觉得很反胃了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一起挑战失败 我们现在呢 要去做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看汽车影院 我之前只在那种韩剧里面看过 就是他们去汽车影院 男女主角也就是 然后在汽车里面深情的打波波 但是呢 我们是准备去边看电影 边喝完这个奶茶 影院在附近一个小镇上 这是小镇吗 对 然后现在有一点点毛毛雨 我觉得这样子感觉更好 对 前面这个皮卡 它都可以站在它这个框框里面看 在下雨 可以拉一堆热 好爽啊 好转啊 它是按人头走 对啊 对啊 开个消息 开个TTC来 看看我的奶茶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喝完 有涂 感觉 在路上我喝了几口 哇 我好能干啊 开心 我们在汽车影院 有没有那种电影的感觉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鬼片 感觉比电影院会更恐怖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厅 那个大厅 里面只有几个车 然后呢 是把这个车的radio 调到它的那个音频 太高级了吧 但是这样几个两个小时在里面会有门死啊 stay in the car ok ok 你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就是我们 跟鬼片假如真的 就是你在 寿慌教义里 一个手这样从玻璃 这样伸起来 就赶快看着 你会不会害怕呀 你很害怕看鬼片的 我直接发动就走了 不害怕 这个在车里面 又不是在车外面 哇好吓人哦 突然有点想尿 不要尿 尿尿还要跑到那边去 哇对啊 厕所都不敢去上 这超好笑哎 就是如果我们换到别人的频道 我们还可以看那边的 我想真的我想好好看电影 哎呀 你能不能陪我一下吗 我愿意会想到 我的眼睛好差哦 我们看完来上厕所 这个叫什么卖吃的的地方 还挺曝补的 有一点那种 就是 呃 90年代的那种感觉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这边90年代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就是这种感觉 拍照还挺好看 hello大家 我们回家了 现在是晚上的11点 然后我们肚子居然有一点点饿 所以就泡了方便面吃 大家猜一下今天谁获胜了呢 先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赞 5 4 3 2 1 点了吗 我看到你还没有点哦 那我们现在来揭晓答案 我们都没有完成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 后面喝的真的就是快吐的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不知道他们这种喝丝生的是怎么做到的 我最多喝了大概有个一升多吧 但是我比你厉害 我现在只剩 你们看这个有格 可能有一杯半 我只剩4个了 然后我还剩5个 我现在再喝一口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月再也不想喝 珍珠奶茶了 这个珍珠在我的嘴里 我现在都不想嚼它 我只想把它吐出来 有个发苦的感觉了 嘴巴 好惨 太恐怖了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这种可怕的挑战 那你一周喝白开水 或者是一天喝这个一大瓶奶茶 你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一周喝白水 那个要简单的读 如果给你1000块1000刀 你愿意就是马上一个小时把这个喝完 然后哪一个小时这么差时间 当然喝完 可是你一天都没有喝完 你还在那说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个视频 我现在实在是不想录了 这个发呆 哭了一天哭得我的头好痛 拜拜 拜拜